開始 好 今天的茶會是茶語音樂 和一些美好元素的分享 那可能有點像網劇 但是大家會很好奇 為什麼梨化蘭還有瑞壽公司 還有戴玉珍的李青茶道會結合呢 立學為什麼會結合 其實跟大家報告 也要跟老師報告一下 我們會結合其實是公司這邊的一個策劃 然後他們很辛苦 然後跟我們的作品 借我們林化蘭的場地 然後大家一起結合 做第一次的節目的展出 然後這一次的展出 又很榮幸的請到戴老師 來這邊跟我們講 我們的茶青禮儀的茶道課程 那這個部分就是很感恩 感謝戴老師 也感謝我們林化蘭提供 我們瑞壽公司這麼好的場地 那就請老師講 真的是 所以今天我們在樓下有一個很溫馨 但是又很自在的一個茶會 然後分享了 我們分享了有機茶 我們也分享了茶餅 然後但是人是我抱針啊 那這個地方 就會讓我們很感謝說 那個很遠地方飛回來的朋友 然後也很感動說 大概十米以上的學生過來 聽老師在這邊跟大眾的分享 那今天的茶會 既喝到好茶 又欣賞到美好的元素 那生活的時候的文人思義 然後到現在的 我們一些美好的元素 放進茶席裡面 會發現 既療癒 然後感覺到的 一種心理上的一種提升 還有一種感官上的提升 我也覺得 今天的一個茶會 看大家真的是忠樂樂 很快樂的分享 所以 所以